有四种催老剂一定要少吃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衰老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一件事情 但是衰老速度快与慢 和我们自身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 以下这些食物堪称催老剂 大家要注意 第一类,高糖食物 这类食物不仅会导致肥胖 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发生 体内过多的糖类分子 还会使皮肤变薄,含水量减少 形成皱纹,老年斑 除了糖果,含糖饮料之外 番茄酱,山楂片,芝麻糊,果普等等 大家也要少吃 第二类,油炸食物 多余的脂肪组织堆积在体内 会影响正常的新陈代谢 加速机体的衰老 老安建议,您每周最多吃一次油炸食物 同时,炸制食物的油不要反复使用 第三类,含铅的食物 铅元素进入人体不易排除 对多个系统都会产生危害 提前进入衰老时期 皮蛋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含铅量比较高的食物 要尽量的少吃 第四类,腌制和熏制的食物 这两类食物含铅量很高 会促使血压的升高 加重肾脏负担 加快器官的衰老速度 并增加患癌的风险 接下来,老安给您讲的这三种食物 大家要记好了 因为常吃能够保年轻,少生病 第一种,番茄 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 具有独特的抗氧化能力 可以清除人体内导致衰老和疾病的自由基 预防清晰化疾病的发生 而且,番茄做熟之后 比生吃更有利于婴儿吸收 第二种,蘑菇 蘑菇是四种关键的微量膳食营养素 锡,卫生素D,五光潘态 还有麦角硫因的极加来源 这些物质对于延缓衰老非常重要 第三种,虾 虾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 有助于维持肌肉的力量 而且,其富含的虾青素 有助于减少认知和记忆功能的障碍 预防血栓 还有心系梗死的发生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